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第二集的《香港人家书》 随着踏入夏天,很多本地的学生已经进入暑假阶段 天公造美,天朗气清 因为我们今天老总是失望 我们仍然继续在室内里面和大家录影 下个星期我们可以出外景吧 都可以保证,因为看天理遇过 下个星期,上个星期都是阳光猛烈 下个星期就跟大家在户外 今次就算是在室内 我们这一集也有很多敬意说 就是北美洲里有两个大佬 可能一个压懒,一个压碎 两个可能都怕做不长 拜登,拜登做压懒和压碎好 一个就是做老多 是吧 一个真的很懒 就是这个道路多 是吧 另一个就是我呆 即是现在你没有吃这个潘高寿 或者是黑寮痰 那时候呆痰呢? 刺不出来了 他还是呆了 这样的情况 我想大家只会有看上个星期 就是一个特朗普和拜登 就是一个电视的一个总统大选人的一个 候选人的一个辩论 那你都会觉得 哇,有没有搞错啊? 民主党你是不是瘋了? 你竟然,拜登 你还推他出来 让他可以继续去参选 是不是傻的吗? 其实我就是完全不明白的 老总 就是 你说你有老人之外症 那我们都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 的先兆啊 是不是 自由而决定你说有就有 如果不是 就是你说有 可以看得没有 那些人会推你出去 但是你看拜登在过去这四年 下盘不稳 上飞机滚下来 踩单车滚下来 是不是 和空气握手 call了一些以死去的人 仍然觉得他们在生 他仍然觉得他自己是一个 Senator和Vide President 是不是 你就已经知道 喂,大哥 这个人真是不行的 不要说做多四年 做多四个月都搞不行 是不是 你跟着 你另外那个 阿裔 所谓阿裔 其实是印度裔的 只会有傻笑 还有一个 那个何錦麗 对啊 特异功能 就是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会隐形 是不是 四年里面 他是可以有camouflage 以及代入了那墙场里面 你是不知道存在过的 因为特殊伎俩 他说 你找这两个这样的组合 喂 这四年里面 这个世界变了 怎么 喂 你不是不知道的啦 哦 他们用这个 的bundle 然后走出来 跟你说 玩多四年 喂 你都知道 这个班底 in case 世界上有什么 头云生气 拜登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推见这些何錦麗 都是不合理的了 你都不一早 集定他 要想过新的combo 出来 推他开心乐园餐 是不是 送市一号比也好 送麦当头叔叔也好 喂 令那些选民有得选择 排队去 去买你啊 大哥 真的完全买不下手 他们这种combo 大哥 分口两头说 民主党呢 就挑战美国选民的智慧底线 是 那四年呢 你们这么捧场 找拜佬登 你们都这么支持 所以呢 就再 再坐四年 你们这么捧场嘛 我们为囚厚奔 就不是囚奔州了 囚奔年了 给你多四年 这个民主党 对美国选民的一个重要信号 既然你觉得他过去那四年行 没有说不行的啊 那你当时2020年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 哎呀老成这样怎么管啊 那四年都快过了 他还没死啊 所以民主党的大哥 好耶 你个人你有眼光 就奖你多四年 这个叫做bonus 但是 美国的传媒 今次大鬼祸 原来过去那四年 拜登那些 在媒体面前那些 哈喽的全部剪掉 嗯 拍到的全部 现在出来的那些可能是 百分之一都没有啊 就是说 左媒 是有份 为拜登护航过去那四年 或者三年多了 所以今次 最惨他手震震啊 摆错电池啊 其实拜登我已经觉得 他很超额完成他的工作的了 起码他没有 其实他觉得民主党这帮人 是有虐待狂虐虐虐虐 应该美国防止虐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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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一支在白杜虐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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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ゃ 这是你在我的节目内 所说的 旺台之瓜 何在责呢 哈哈 你搞成这样 他真的覺得自己第一是不承認老 第二是自己不知醜 玩到49 玩到9月9 你自己還要走出來 現在你真是丟人現眼 說真的真是正宗秀家 你真是現眼部了 你拿到你足夠的懲罰 以及全美國參加近4億人 知道你已經是一個老太龍中失智症的初期老人痴呆的老爺 給很多曾經支持你的媒體 時事評論 民主黨的堅實支持者 甚至是民主黨裏面的背後的金主 喂大哥 有沒有money back guarantee 我不想籌款籌給他 你一天就換馬 如果你guarantee他出 你不要搞四婆 我肯定就是不下注的了 不會捐錢給你們 投行輸一半行不行啊大哥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很羞辱的情況 而你還叫死不走 你是不是要衰到兩前寵 你又在這裡任內 你又玩一些骯髒的事情 就是政治撥黑水 終於連自己的兒子 那些壞事都要養出來 家門裏面 分分鐘兒子有機會 總統兒子要坐牢 是史無前例的 醜到游刑 自己變成一個老爺 就是要有劍橋藥老院裏面的這些住客 是不是 喂 真是衰收尾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其實真是 挺陰質的 就是你還要找出來那些獻勢 你看到美國那些幕後金主呢 真是S兩棟遮光了 完全不會考慮人道 明知道他過去那四年 無風無浪 他現在都沒有做到 死在任上 就應該快點 放他回去休游臨下 那就應該一早就培養 第二梯隊接班派對母 利益 利欲分心的那幫金主 他們是有很重的利益 會帶動 過去那四年舔得很厲害 很爽 再四年再來 或者你拜登是一個木偶 或者是到時行屍走肉 總之你做法律站在那裡 他們就繼續拿利益 就是拜登變成人欲提款機來的 是啊 甚至就是幫他們代言的talking puppet 就是這個色發聲的人形換柳 這個我也不想再打下去了 但是目前為止 最update的新聞 就是民主黨 都可能排除了眾議 決定提早支持拜登 得到他們國民代表的身份 就是確立他這個 全黨都支持他 出來參選 全國代表大會 支持他們參選 代表民主黨 作為一個美國總統的候選人 第五十五任 應該是一個五十三 一個五十四 應該是五十五 總之就學一下袁崇煥那一句 刁難啊 頂眼上 你老二 尼堅 沒錯 你不是拜登 你叫做姓老的 叫做尼堅 尼堅 尼堅 在這個 的periodic table 裡面呢 拜登 也是一個新的一個元素 就叫做cantrolium 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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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 但是老總 可以告訴你 如果他讀定 拜登 如果他不找人頂了他 來做這件事 換句話說 幕後如果有金主也好 或者有deep stay也好 都似乎 剛剛你見了特朗普 好像有個官司 他又贏了 就是不會約束他 總統的一個能力 還是怎樣 他贏了 那個是 總統行事公務上 是有 就是 缺免權 就是免備檢控 沒錯 這個叫做釋法 就不是判決來的 就是最高法院 令到他在1月6號 所謂國會暴動案裡面 他不需要做被告 還有兼且 他在1月6號 就是2021年1月6號的電視上 他對彭斯 對很多其他州長說的東西 都不會成為檢控的證據 因為他是在公務上 行使總統職權 換句話說 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似乎都在開綠燈 特朗普 都很大的成數 對面 如果他們正正 就是兩個 進行一個埋牙的 一個肉搏 我想特朗普都幾大比數 會將這個 一個的拜登 就是推走 就是出這個白宮 自己再進去 似乎 就是這個方向 就去這個地步 你說如果有一個新的變數 拜登等之間 心臟病 收工 或者是他決定不玩 還有四個月的 大家有多些 topic 去分析 還有去評論 但是如果是屬實的 民主黨裡面 確立了全國代表 就是這個民主黨的 一個候選人 似乎 特朗普都幾實食 沒有癡 說真的 你稍微有智商 你都不會投給這個人 是吧 這樣啊 你講得這麼細牙實齒 我又有 alternative的 thinking 是 民主黨來說 他繼續 我換走拜登 我沒有必人把握 我不換拜登 反而我不會輸得這麼慘 因為拜登還要看著 那些國會議員 民主黨的黨籍國會議員 那些候選人 如果我換了一個知名度很差 或者不夠頂住 這個特朗普這個街頭的人 那他就 兵白而生 在這個情況下 我做民主黨的大哥 我都是死定 就是他減深培 一個印度城 在英國裏面 令到保守黨 輸仆街的一種情況 沒錯 沒錯 類性格 所以呢 我覺得他 不給拜登下來 不是 弱老 而是保住 基本盤 不要輸到 底褲都沒有了 是 第二 眾議院和上議院 都全部都是 就是 共和黨就死了 真的 是 這個 是 第二個 很少人說的 如果拜登在未來四個月 突然間 急病 死了 民主黨會贏 因為是悲情牌 嗯 悲情牌啊 這下 這個假設 假設會急病 不是被人刺殺 被人刺殺 也可能 會造成 民主黨會大比數贏 的喔 這些也是 很多例外 歷史很多偶然的因素 會改成的 這個呢 我就不會很贊同你所說的 這個做法 剛才你所說的第一個 我都覺得 這一個 真是 很有一個策略性啊 或者是一個保本啊 這一種的做法 為什麼呢 你剛才所說的 這種 如果拜登有些什麼 死了啊 冬瓜豆腐啊 魚子類推呢 接著呢 就是打悲情牌 這些只可以在什麼國家裡面 會出現在台灣 OK 只要可以在南韓 是吧 這些 民族 或者選舉裡面 文字未開了 文字未開了 的地方 突然間 那顆槍 明明可以打中神狼的 為什麼就是打中 他的肚子 旁邊的肥膏 打不進去呢 大家都知道 這些人發生了什麼 反敗為性 是吧 大家都見識過 但是我相信 美國裡面 始終是一班 以民主立國 以及選總統 他們在血裡面 會不會去到這種 悲情的事情 我暫時還沒覺得 美國的民眾 會墮落到 這個悲情城市 掛稅 那種選民的 這個地步 所以 如果他現在 整死了這個 拜登 或者 我不知道他找誰出來 因為拜登死了 他也要重新再選 賀錦麗 不能直接頂他的位 是吧 你整個奧巴馬 老婆出來也好 或者整個希拉莉 上來也好 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性都很高 為什麼呢 民主黨裡面 有力年之 有月曆的 似乎暫時 都說不出誰 除了找別人的老婆出來 之後 很難再成氣候 但是你再找老婆出來 之後 你大哥 你奧巴馬玩完 就被一個 黑林頓玩完 就被奧巴馬 奧巴馬玩完 就被拜登 然後你又被希拉莉 然後又被Michelle雪兒出來 你整個世人 整個美國 都被你一個家族這樣玩 美國佬過不過濟你呢 我覺得一定不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個方向 未必是一個最 上上之賊 我覺得 就是這樣 剛才我說 拜登未來四個月 突然病亡 這是假設問題來的 不是被人做低 而是真的急病 這些人有三衰六亡 都說不定 這個選舉 還未到最後投票 就算投完票 都會有變數 不過 我反而覺得 我經常都有個陰謀論 四年裏面 為何有世界的亂局 就是背後的操盤者 特地要找這樣的 事之以虐 孫子兵法 實則虛之 是吧 就是擺一件彈散 垃圾在那裏 讓你有些 世界上有些野心家 覺得有機可乘 蠢蠢欲動 蠢蠢弱事 是吧 現在這四個月 我可不可以打台灣呢 現在這四個月 我可不可以打台灣呢 現在不打 我又被人限制晶片 現在國家又這麼窮 再不打的時候 裡面的民怨 又越來越烈的時候 很頭痕 趁這個moment 裡面 direct大家的 attention 打就應該最好了 好了 現在這個情況 拜登 如果他輸了 到明年 特朗普還有一些真宗旗 在那個時間 無政府主義狀態之下 發動一個特集 會不會有機會偷到雞呢 我經常都覺得 好鬼死 有一個視之以弱 你想一下 堂堂美國 在歐富汗 這個撤兵 弄得很糟糕 然後覺得 這個 普京是有機可乘 在第二年 二月就立即開球 打烏克蘭 一步一步下去 特地有些人想 這個世界有這樣的亂局 我經常都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局來的 就是 到Y&C 他就想給我 Rober 我不會中你的檔 但是一看越看越 哎呀大哥 我真的不打 就有些很愚蠢 現在不下注 就有些 一個笨7 搞到他心圓二馬 三三兩二 舉其不定 我覺得不多不少 都會有這些意味在裡面 老總 你這些 是時候很明白的分析 我最重要的 都是我們推測 未來 要將各種可能性 拿出來 可能性 如果民主黨要翻盤 是換人不換人都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希望 但是 有些另外的情況 是逼著你換人 例如 拜登突然間病亡 或者是突然間出現了 他不能夠 未必死亡的 可能 做了植物人之類 變成了 民主黨就要換人 在那個情況之下 就會有一些 新的 因素出來 特朗普自己都受不了 他都沒辦法去 因為都是出乎 特朗普意料的 因素 這些就是 歷史上很多的偶然 這個因素 就是世界大戰 就是現在 你最近 除非外星人入侵 但外星人入侵 那個情況就會很少些 世界大戰的機率就會高些 所以 你不排除 在一個戰爭裏面 而令到世界局勢有所影響 而出現的情況 令到他們這個班底 就可以繼續為所欲為 或者在這個亂世裏面 賺多些錢 戰爭出現大戰的推手 現在只剩下中共和俄羅斯 在這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 是只有中共 打了沒有 中共動手 現在中共動手 他要計一計 他的數目是不是 他想拜登繼續贏下去 還是他想特朗普贏 因為他如果 一班雞想打第三、世界大戰 他一定有盤算 對美國選情的影響 沒錯 說真的 就算民主黨繼續贏 又或者共和黨繼續贏 中共也是沒有運行的 這個我都可以幾捨包丹 因為這個是 參議院、眾議院 整個國會裡面 跨黨的一個共識 因為這個 基本上已經死定了 either way 你繼續 之後 誰贏了都好 對你的禁運 制裁 關稅 搞到你自己 就是 站在那裡 慢慢衰敗下去 這樣來死 然後被國內裡面的人 爆煲 聲吐 逼你落馬 你又是死 你現在 搏一搏 沒有瓶 最多 這個攬炒 我覺得攬炒 是習近平 是一個很喜歡的做法 他有前科 出去攬炒 攬炒 玩死了這個 上海 也玩死了這個 香港 是 現在中國裡面 就是攬炒 如果 開波的時候 連他自己 都不用自己 有運行的了 但是攬炒 是他血液裡面的DNA 我覺得 這個 就是他人性關口 這個 人性之間 舉其不定的時候 他想清楚 每一個動作 去又是死 不去 就慢點死 看他想怎樣死 沒錯 兩岸 不能取其輕 兩岸 都這麼重 兩岸的局 都是一樣的 看他想快點死 還是慢點死 沒錯 他只是一刀刀 撕你 或是一刀刀削下去 好像中國裡面的人 或者其他黨派的鬥爭 看不看通 這個局 有一個喜歡玩爛尾的人 在搞搞震的時候 其實真真正正 對這個世界很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爛尾熊 這個習維尼 弄走了他 是 中國和共產黨 還可以苟然殘存 下去一段的時間 釋出善意 是嗎 如果繼續給他一意孤行下去 就是我們的分析 哪一個方向呢 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都是絕對沒有運行 就是在中共裡面 有沒有一些 就是有智慧 看得通的事局 看到未來一百年的人 這類這樣的人物 能夠是 及時出手 如果不然呢 就給習近平出手 習近平出手 你們 比如一百年都不用好日子過 這個就是 多一些土日子都好像 都收得皮了 是吧 老總 他似乎都沒有什麼機會 翻盤的 因為超過一年 他那個聲望 一路低沉 越沉越衰 越來越大的距離 和博麗志那個民望 就是超過二十個百分點 就好像新衛城那樣 新衛城都是二十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和工黨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今年選 可能是藤政宣算案 這個機會很小 或者是夏年選 現在多數都是夏年選的了 如果沒有 今年沒有一些突發的意外 那就是改朝換代 似乎都 不單止加拿大事在必然 美國改朝換代 照現在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聊天的時間 也似乎是大勢所趨 嗯 我想整個格局都是變的了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 就是加拿大 如果要再改朝換代 就是 新的執政黨 面對的一些困難 都不小的 國債的問題 怎樣刺激的經濟 國家裡面的通貨膨脹的問題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房屋供應的問題 人口的政策 移民的問題 很多的事情 都被這個自由黨 搞到 亂了 要撥亂反正 我想他真的要找李強 聊聊天 就是這個 加拿大就是這個 北美洲病夫 就是 要用中醫 又來 用中醫來打脈 就是用晚藥 還是顧本培圓 還是怎樣的方向 做好呢 就是 如果有機會 就坐正 我想 他都要了解清楚 這個加拿大的問題 是 所以他聽說很多的問題 我不相信 保守黨 是不知道 加拿大的問題 在哪裡 但是 能不能做到 落到藥呢 因為現在 你最糟糕的問題 是 加拿大的官僚系統 是很龐大的 加拿大的官僚系統 一龐大的時候 你進行這個改革 你就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組 鎖人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而這個 面對這些的阻力 他可不可以控制得到呢 我覺得 是要搞定一個 現在整個 勇種恐龍那麼大的 一個官僚系統 幫這個國家的支出 要做一個很大的 大幅度 這樣的 不用這麼悲觀的 在2005年那次選舉 也都看到 你剛才所提到的問題 以前聯邦自由黨 由80年代 搞管理加拿大 管理又是赤字飆升 火箭急上升 現在很多 只不過重覆回 他的前輩 包括他父親 我覺得 保守黨這個 小政府 就好像 史蒂芬哈巴 以前是哈巴總理 是的 這個 阿根廷的 米萊總統 就是在做中西 當然 史蒂芬哈巴 就不像米萊總統那樣 18個政府部門 只有9個 又沒有這麼囊胎 但是 史蒂芬哈巴的確 兩、三年 就在赤字變回 盈餘 是做到的 是做到的 因為他信奉民間力量 他鼓勵商界自己的小宇宙發揮 他是將公民社會 充分調動起來 就不是要用官僚去扣起你們 他就要剁下官僚 釋放一些民間的創造力 我覺得 你信奉大社會 就是相信人民 相信 尤其是北美洲 加拿大這些 跟美國的文字 我們的教育程度 在很多方面 我們不會輸視 而且我們有 比它更開闊 我們起碼的 我們都做過 比美國的這個 當然美國的 就是有一個中央的向心力 但是這個是 各個國家立國文化 不同造成的 但是我相信 普蘇丹上台 budget 都是三五年 就是一任之內 應該可以搞定 因為 現在的洗費 基本上是兩個字 是任性 少到是任性 為什麼出了氣球 為什麼我沒有 我出個V字沒有氣球 出了V字有氣球 但是任性 任性就是它不約束 有權不用 它就不做事 它也都沒有遠景 就交給那幫官僚做 於是怕官僚做不到 於是就是這樣 那些官僚 當然是向老闆炸刑的 你都做過公司 明明可以三個人做 他趕到六個人做 可以整大馬房 可以拿多些資源 然後就可以撞大自己 然後自己在公司裡面的位置 那些中層幹部 那些馬仔 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頭目 那它可以作為作福 可以再搬更多資源 接著 但是頭目就吃小頭目 吃著吃著這間公司 就剩下三兩個 太多的department 就會互相射波 那你的效率就會很差的了 那現在大家都領教過 加拿大那些官僚做事 那種的散漫 和事不關己的情況 就是互相射波 不是我的department 就是下一個department 就是射來射去 其實真的要撥亂反正 我想在商業的行為上面 各方面的事情 只要改革到 或者在稅務上 不是那麼重 或者是一些減稅的措施 有助大家決定去再投資 在一個地方裡面 不同的產市 那我想就會刺激這個經濟 大家就不會那麼辛苦 但是一個 說真的 老老實實 你說加拿大難管 即地緣廣闊 那麼多的一個level的 一個government 的確有很多 的問題 但是畢竟 我們都是四千多萬人的一個國家 四千多萬人 對比四億多人 那我們就少了美國十倍的問題 是吧 就是解減少了很多的這些問題 那 當然 一個有為的一個政府 以及不是戀賺權威 以及為了人民的福祉 來想事情 如果用這個 去出發所有的政策 其實就不是一個很難搞 始終爛船都有三斤釘 是吧 其實今天有很多的優勢 無論東岸和西岸 去太平洋 以及一個大西洋 它都可以接觸得到 南邊 又有美國 和一個墨西哥 只不過是由頭到尾 沒有充分發揮到 他們英國有的這個potential 浪費了那些 energy 去搞那些什麼大外包容 LGBTQ 墮不墮胎 是吧 那些就是沒有生產力的 沒有生殖力的東西 是吧 拖慢腳步之餘 還要浪費資源 去教育 這個政治正確 糾正啊 如此類推 就是正宗 那些 effort 就放去到一些小的東西 正經的東西 就不做 是吧 不等花費的就做到十足 那這八年 就是這個加拿大的 這個情況 我就不覺得 就是之前上一集 我用崩潰這兩個字 來形容我們的加拿大 但是 道友多 就是這個眼細胞 這個加拿大國家裡面 致病原 不把他趕走 或者 不把這個自由黨 就是 說說他 該過一過冷河 將這個NDP,只懂得想福利,淺重何來,完全不會想的政黨,掃地出援 希望這個保守黨給他一個機會,主持國會 當然,我們也要看著這個保守黨,是不是講了一個講字,對華政策,各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跟足現在這個世界,對中共比較困難,保護我們更多,不給中共滲透 這些我想都是一個有機會可以令到國家重拾一個正軌的方向 是,我看到美加都是去到一個轉捩點,美國人都是在求變 如果不是,特朗普的聲勢不會那麼成的,第二,加拿大都在求變 如果不是,杜魯多的民望不會那麼跌,跌了一年半了 再看看英國,7月4號大選,新衛城保守黨 可能會變成200多年來,第一次保守黨變成了,不是第二大黨 不是Official Opposition,可能變成第三黨 我們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節目就已經是出了 錄影的時候就還沒開始,其實就是7月4號,就是昨天 他就已經進行這個選舉,應該今天就有這個結果了 我相信,新衛城就可以唱一下容祖兒的一首名曲 全新暑假,提早初夏 每一齊都跟我一起放暑假,即是放暑假,即是放暑假 是哪一部電影的歌,還是他的Album來的? 不是,是容祖兒的歌,叫全新暑假 哦,OK,OK 哇,容祖兒的歌你都這麼巧,你的口味都挺廣泛 十幾年前,以前的同事一去到卡拉OK就唱,那時候出道不久的 這首歌都幾十年,就是老歌來的啦 可能你八十年代,你都沒有去卡拉OK的啦,你真是不知道啦 九十年代千禧年的時候那些是金曲來的,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東西來的啦,老爺,老爺來的啦 哈哈哈哈 你是初老而已,他真是老的話 直哥真是老哥來的啦,老總 我知道,你都是初老,你都是永遠25歲的 那,就杜魯多和拜登今年,大家都... 有兩年為共同體啊 是的,下馬文文前程的兩個人 沒錯 那,選民有四 喂,深圳通道就通了啦,就是深圳通去中山 那,有部分路是跨著這個珠江口的 那,就會變成了,就是你的說法是香港失敗的,死亡的一個高速公路,或者高速通道 為什麼這樣說呢,一條公路開會令到香港 好,那麼容易就那條公路搞定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啊,更加將他的這個能力啊,發揮到極致 你想想,以前我們去中山,可能要四五個小時的車程 那,現在據那些的,很喜歡北上的那些人說呢 呢,過年中頭就有機會可以上到去了 就是,如果去了深圳之後,去到深圳之後,就幾個字,半個小時 他就可以去到這個,中山那邊的這個情況 嗯 那,既然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之下呢 那,就是香港裏面,就是有更加多了一些的options 你可以在大灣區裏面去遊走 那,在現在目前的一個的經濟狀況,是不是 就是貪平啊,貪新鮮啊 那,還有另一個的問題就是,很厚康期的嘛 你知不知道中山裏面,補近信德 信德,哇,又大糧炒鮮奶 是不是,接著又製了這個 石棋乳甲 石棋乳甲,是不是 還有這個的脆肉丸 大頭魚,焦鹽大頭魚頭 嘩,口水流到呢,濕散了下巴 是啊,這個雞蛋蒸魚腸,焗魚腸,是不是 哇,還有一張桂花魚起片,炒這個的西芹 哇,怎樣啊,這個蝦糕和這個蠔油 我想那些人很安期啊 就是,噓噓噓噓噓,這樣走上去 那些更加,就是你原本都不去的 但是你周邊,個個的朋友 喂,去哪一星期,去看電影 不要啦,上大陸啦,我帶你一些好玩 新奇刺激又好玩的東西 坐下這個,這個深中通路 我們又可以去一個中山 說中山以前,我們不是要搭船去這個澳門 澳門那裡,就要再上去的 兩三個小時,哇,很長水完 現在不用啦,在深圳那邊去一聲 要去,向那個方向去 不多不少,你一定會扯那些人走的 就是,有些人,老虎蟹都不會去大陸的 那可能去美國啊,去加拿大啊 去日本啊,英國玩的 那些有錢一點的,中產的朋友 那就是,其他那些,平民百姓的 那就是更多了機會進去 那你在香港裡面的零售業 和餐飲業 知道你們這樣,還有啊 剛剛開始的時候啊 有一群的人啊,玩那些什麼的旅行團啊 一日遊啊,吐吐吐一聲 我們開始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你又跟了一大堆人去走 那這個,你對香港的零售業 和餐飲業,是不是構成一個 很大很大的一個衝擊呢 好啊 就是,扯所有的人走 另外,第二樣東西 是吧 就是你現在這麼方便的情況之下 有加上這個Working from home的這個的盛行 遲些會不會有很多那些人口 哎,就算香港可以賺到錢也好 就是寫字樓也好 我又剛巧認識了一個 就是中山籍貫的一個少女 哎,我真的很想和她這個雙宿雙妻 那奈何,她又沒有單程證下來 那我就不如上松山裡面和她共父同居啦 是吧,就是跟著我方便下來 就不是說很難的 公司要我開會 是吧 但是昨天晚上叫我,我就可以下來 就是Working from home 我又不是經常走來走去 有些香港人就走了上去 是吧 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件事 叫做深中通道 不是叫港中通道 以深圳為核心 那你就會見到 四通八達的東西 都是調整大灣區的深圳 深圳就是取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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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 有什麽可以繼續再講 那之前開廣珠澳大橋 不是很愚蠢嗎 是呀 其實所有的中國的 一個南 一個南 一個北路 是呀 你講珠澳大橋 又直通去廣州 是吧 就是 這個可以方便你進去這個大陸裏面 是吧 就是你去深圳又去到 但是總之 是吧 就是所有的東西 都是朝著大灣區裏面去內推 而不是大灣區 回到香港 甚至沒有呀 這個特首要他開會 你有幾可是大陸的官來 去香港開會 是這班人 是吧 整天上去 整天上去 還要前一陣子開那些 什麼粵港什麼會 被人彈中 還要是last minute 出門口 哎等等 抓到什麼 特首有電話找來 廣州試試試著 不開呀 今天你不要上來 就是這樣吧 Bye 死死氣出通告 說現在不上去 被人彈中 喂 你不是見到所有的focus 不是深圳就廣州 是吧 你香港就被大灣區 吞食了蠶食了 有什麼值得這麼高興 是吧 你那個concentration 那個focus 根本已經不是香港 你那些人還要求求 抬錢去大灣區的不同的 九加二的城市裏面 要是隨著這些交通公道的發達 一個港人的 港車不上 如此類推 將我們的金錢 去大灣區裏面去洗 有心好 躺平好 無意好 真是喜歡回大灣區生活 體驗大灣區生活 一小時生活圈的人都好 你的香港的港幣 就是全部這樣進去裡面 是在支持大灣區的經濟 是 OK 發展的這個勢頭 動力 核心 也都不是以你香港為首 加上這些不同的高速公路 交通工具 也都是把你香港去射進去 而不是他們射出來 他們帶不到東西給你 而你要帶東西進去 這樣做就做 加上我想說到一個點就是 外國的人也都不是 借你香港做跳板子進去 都不進來 你只有一個糖水滾糖魚 香港的資金啊 人流啊 就去救濟這些大灣區城市 死路一條 通往王泉的高速通路 是吧 那些藍絲啊 廢老啊 仍然在那裡尖尖自喜 訪問他們很興奮 很開心 死字怎麼寫都未知 還有你見到這些人 你只會嘆息兩句的 老總 這樣的 其實香港高一點都不知道 擁抱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就是中共 看家本領 鄉村包圍城市 沒錯 教好鄉村包圍你兩個城市 港澳兩個地方 首要目標就是香港 現在的特性 現在就是消滅了你港澳的特色 你的優勢進失 在國際上沒有位置 而又變成大灣區的 你是小弟弟 以後大灣區的中心 如果不是深圳 就一定是廣州 以廣州做一個 統一香港的一個中心城市 一個地域中心 廣州發揮力 香港配合支援 港元 沒錯 所以這些基建 無論是深圳通道也好 港珠澳大橋也好 或者現在還在發展 在新界的輕鐵 駁上去的那些 全部都是融化香港 將你融入去 大灣區一個大家庭 然後就收歸了你之後 廢了你武功 深圳就飆起了 這個就是 知道深圳飆起的目的 就是要令到香港 就是說 你做不到的東西 或者是死的東西 深圳一樣有貨擠碼頭 深圳一樣有對外交通 有飛機場 有貨擠 是吧 關內陸一點都不會 舒適過你香港 有貨擠 沒錯 還有現在深圳 也都是 暫時未死過立獄 因為為什麼 雖然他都死死地 就是內銷不行 但是起碼還有一群 愚蠢的港人 幾十萬 幾十萬這樣上去 是不是 每個月 每個禮拜 釣鹽水 你完全是支援中國的經濟 支援深圳的這個 貿易的這個勢頭 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 他其實基本上 這一雀棋是沒有死錯人的 唉 香港班官都不知道 自己死到臨頭了 死期已到的了 你這樣再統治 香港裡面那些老友記 你們覺得這麼過癮 回去中山吃脆肉玩 深圳去按摩按摩 玩雀仔 走去這個商場裡面買東西 香港 零售生飲做不行 接下來下一波 就是一個非常之龐大的失業潮 OK 一失業的時候 一沉白踩 整個香港的經濟 就是這個 淪蕩 到時候 你們自己也會 悲傷 會失法的 嗯 除非是 頭著 你打算 我就是 我就是 保住一個攬炒 是不是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香港一起 一定要悲傷的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 之後 你會 一定會失法的 大家沒有這個心理準備的 而是 只不過你只顧著 輕盒玩樂回大陸 拿著素 吃這個周皮表 貪便宜 是不是 吃便宜點 吃便宜點 擁抱大灣區 你們的滅亡呢 是會加快 加快加速 是這樣的進行的 是啊 香港人很多都不醒覺到 習近平就拿深圳 來做香港的 備胎 現在開始越來越似了 這個樣子 越來越抱頭了 深圳 都是全力發展的 所以你看到 習近平的目的就是 你香港這些這樣的 和英國人有 百多年關係這些 有些 惡毒的 原素 惡毒的 的東西未清潔 哇 周身毒瘡 有排醫 所以現在深圳 就會崛起 作為一個民族的標誌 最多是親生子 這個就是 香港 你是 以前那些鬼婆生的 算數啦 鬼婆養的 不行的 就是你們 而習近平的仇愛 對世界 專門主義的那種 仇恨的心 他不可能接落到香港 沒錯 使不了大力在香港 Exactly 好 那我們去看看 大陸有一個 有一個麻痹佬 叫做張君寶 真是好笑這段新聞 老總 是啊 拿到難民身份 然後跟著 又在領事館 又申請 拿到中華人民國和高普照 又回去探親 然後跟著又回來加拿大 就被人的海關截住 剝奪了他的 永居身份 這個 周君寶 就是周生草 其實應該叫做 為何這麼濕岸的呢 明明拿爛民 爛民在加拿大來說 爛民你如果是有一個身份 你就不能夠再回到原居地的 不應該回 何況你不止回 還要堂堂正正 拿一本護照 回到中國大陸 不單止 去中國大陸 還要去港澳 哇 真是玩得很爽 很開心 回來就說 我回去鄉下 探病危的阿婆 即是她的總母 海關的移民官 不信 不信 因為你既然 你既然 你既然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保護你 那你就是說 我們這個加拿大的不需要 所以我承傳你 剝奪你的身份 做得好 做得對 做得對 做得快 讚好 做得少 我覺得 說真的 你回去大陸 我現在聽很多的新聞 有網友說 親身說 有很多香港的媒體 是沒有報導出來的 親身經歷 她在飛機上面 飛機一來到香港 打開機門 公者不讓大家起床 上了警察上來 然後把某些人找出來 拖走了 OK 那懷疑呢 這些就是 你離開了香港 或者是有一些 曾經在社會運動參與過 或者是怎樣 一些被沖濕人士 但是這些新聞呢 就在這個 各大的主流媒體裡面 是不會說的 現在 香港 正在走的一套就是 你買了飛機票 只要你拿到那個Botting Pass 入民入境事務處 即是她叫入境處 我常常改不了口 就立即可以有一個訊息 之後你有何某人 歐陽某人 原來乘哪一班班 幾時幾月 幾號幾點 就會來到這個 赤俠國機場 那她就請軍入空 你的飛機一落機 去停機坪 她就可以去找你 那麼 香港 作為一個 中共的學生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什麼周生寶 或者周生草 周君寶 周君寶 你如果真正正正 是被共產黨通緝 或者你是異見人士 以他們嚴密監控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入境 怎樣去大陸的中共 國安 是吧 公安 不知道你閣下 你老人家 大舉光臨 我馬上去接你 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那就很明顯 大家就打龍通 讓你回來 但也讓你走 國家有特殊的任務 交給你去辦 那麼我是加拿大的國安 在這樣的情況 在用這種心情去推演 你和中共打龍通 假裝被人迫害 或者說你家裡 你妹妹 天天被幹部威脅 要強姦她 否則要怎樣怎樣怎樣 過自庇佑你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這樣出入自由的 而共產黨可以 藉眼開藉眼閉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發生什麼事 嗯 是啊 加拿大這次邊境官員 絕對做得對 不過這個人太過 看少了我們加拿大的官員的智慧 就是以為這樣做 嘻 這麼多人理不了我 其實 根本呢 對於這些 申請政治庇護呢 是特別關照的 一定會監聽了 是不是派進來的 因為政治庇護 所有人都可以申請的嘛 你除了現在 剛剛有的新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剛剛我們錄開咪前 法國 戴高樂機場裡面 截到一個中國的公安 特務 去到法國裡面的巴黎 夾了一個的異見人士 上飛機走 明張目膽到這樣 喂 你覺得你是西方民主國家 如果我給你這些事件發生了 或者我包庇了一個人 政治難民身份給了他的情況之下 被你中共的人夾走了回去 喂 我很沒面子 是 那些事好像 好像今年三月發生的 是啊 剛剛我聽過這個新聞 但是他不是現在發生的 是 三月發生 就是那個被他夾的那個人 就是廣東人來的 叫做零華站 夾他回港 是啊 是啊 他是在巴黎 是 就被中共的市領館人員 就用計 騙了他 就出來 然後呢 就請他吃飯 就是又在中餐館 吃飯 然後就直到機場 然後 這個人呢 就是事先 他都知道不妥了 就聯絡了 在荷蘭的一些 就是曾經在 在卡塔爾還是杜伯呢 被人捉那個什麼魚 什麼魚 那個男生 就告訴他 他就通知法國的電視台 就去機場 全城直擊 城市直擊 是啊 沒錯 看著中共的市領館人員 看著他進去上飛機 是啊 然後就在登機之前 那個check-in那裡 在大廳已經拍了 之後就救回這個零華站 救回他 那就 發覺國安又介入的 那麼這件事呢 就是中共呢 就是公然跨境鎮壓 跨境綁架 是嗎 就是你會見得到 大家都很擔心這些東西 如果我被你 就是這些政治難民 被你這樣去戒掉 我真的很沒面子的 老友 對不對 是啊 在我家裡公然要捉誰 就捉誰 接著就沒有守備 就走了 因為他是正正當代 是買了機票的 幫他買了機票 他是有足夠的資料 的身份 相機沒有問題的 他是鑑操捉他 然後鑑操幫他買 用他的身份 而且這個人還是用中國 這個大使館的身份 借護照的身份 那變得好像他要回廣州那樣 實請就是綁架 沒錯 那幫大使館的人呢 就全程由餐館 巴黎一間中餐館 一路就差不多在車子夾著他 然後就去機場 以為一個進去檢查就搞定 誰知道就事先通知了傳媒 就被新聞界釋破了 救回這個人 還有你香港經貿辦那些 去恐嚇 是不是 就是夾人 這些又有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傻子 我自己覺得呢 他真是中共的臥底 有機會會被偏高 你看一下周君寶 是啊 他不是傻子 他都很大年紀了 五十幾多歲 五十幾都可以傻的 是不是 哈哈 不過他做得這樣 和做得這麼笨絕 都是真是很少見 就是公然之後 當加拿大的那些官 是拿樓灘的 真是當他們敲眼睡 以為個個都要到很多氣做 他真是以為 沒錯啊 這個事情你真是太過份了 那真是被你走得掉 說真的 我們加拿大的公安局 或者國安部 真是太蕭鬚了 還有 說真的 你低人到這樣 我都無謂保護你 你真是弱智 浪費米飯而已 大哥 一看就是弱智 那就是說你走好了 不要浪費地球資源 那些官員 那些官員 簡直是當著他面子說 你是得到中國的外交保護 你是相信中國的外交保護 所以你申請我們難民的身份 是不需要的 既然你相信中國 就給你了 你自己交給中國 那這個官員都要認他的 你這麼信中國 那你為什麼要來申請政治庇護呢 你一天就以前說謊 一天就當我們 我們騙得過就騙 沒錯 真是 當我們羅伯仔 當我們是加拿大 好 今天來到這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 記得按個like CLS 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